特效辣眼 造型奇发 外挂列造 这些娇人也太辣眼了吧 小发尔武 真的想问一句 现在的古装剧 那是捅了娇人窝了吧 还是丑娇人窝 首先 咱就不得不提这部 最近正在热播的 《欲君初相识》了 任嘉伦在里面 饰演娇人常义 就光看这个办法 跟圆柱 我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 只能说是毫无相改 圆柱说常义是银发蓝眼 女主第一次 就被男主那张 绝世容颜给惊艳到了 咱就是说 人嘉伦这个造型吧 造型是和特效的 多多少少都得背点锅吧 之前 人嘉伦穿肌肉衣的事情呢 大家也都知道了 导演说呀 是为了视觉效果 不过呀 这个效果感觉不咋地呀 进景里 肌肉衣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造型师是不是 只贴了前面不管后背呀 肩膀上这么大一条口子 都没贴好 好多镜头里 人嘉伦的脸好像是劈上去的 导演还非得给这么多特写和慢镜头 生怕别人看他不仔细是呗 能感觉到后期老师 真的已经很尽力在挽救了 甚至 删减了一些更拉眼的片段 思来想去呀 大概只有隔壁镜创成李一峰的娇人 能跟人嘉伦有的一品 和人嘉伦演的长翼一样 苏摩也是那种长相非常绝美的人设 结果剧里就这 好的我宣布 绝带双胶组合正式出道 李一峰在剧里的表现更像是个莫得点心的胖头鱼 全程都是面无表情又呆痴的鸭子 不管是看女主还是看仇人 这也是 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呀 其实这部剧啊 除了苏摩外 娇人族的其他劲儿的颜值也都还行了 比如这几位 相比之下 游离中的娇人亭奴还比较正常 虽然颜值平平无奇吧 但架不住人热泉粉呢 亭奴不仅温柔善良 还能治病救人 这薄纱穿在身上 还有那么一点的脆弱感 最让小方印象深刻的 就是停奴被斯芬公主抱这段 画面竟然该死得甜美 完了 谁的cd混动啦 要说十二坛里的俩人鱼 才是真的给我整个灰了呀 一条小鲤鱼精 正在石头上 美美的回味人间美味 然后浑浊到海面上 炸了条草 哦不 大坤 随着一个机械翻身的大动作 我误了 这不是人鱼呀 那是咸鱼呀 后期呢 肯定是狠狠恶补了三天的动画教程 才能做出如此的惊天地气鬼神的效果 并且 各种怼学生 非得让观众好好欣赏这两条鬼斧神功的鱼尾巴 本以为 这种重量级的暴击来一次就够啦 没想到我 他还没开二度 小鱼 哥刚发的怎么样 呵呵 合着岸上有苦信呢 海里面有苦信捆是吧 别的人鱼 高冷爽吐 这位坤哥是没头脑袋不高兴 随时都在暴躁地扑腾自己那三毛钱的特效的鱼尾巴 小鲤鱼呢 也是个存存的撒白甜 虽然这俩人人设是接地气了 但是这特效是真的接地服啊 台阶的几年前 也有一部讲焦人和人类相连的现代学幻剧 那片星空那片海 主演呢 是冯绍峰和郭碧 当时概念图一出 诶 有那味了 但聚播之后嘛 效果大量至少打了个三折吧 冯绍峰饰演的焦人吴居兰 一出场那就是蓝灵王的同款包扎头 光看上半身 不太像绝美焦人 倒像是人形海马呀 土臂和手臂细看起来 还有那么点些许的 吓人呢 当初冯绍峰这般焦人 可没少被网友们嫌弃 现在在同行们的衬托下 冯叔看着竟然是五官最干正的 好吧 对我的莽撞自罚一杯 而且冯叔和郭碧婷 可是真的在水里排了 这鱼尾子和特效 这视觉效果 这不比前面那些好呀 最重要的是 咱冯叔可是真鸡肉哦 还有滑须影中 饰演焦人的甘情片 其实光看脸啊 颜值是好看的 但这诡异的出水画面 恐怖片效果拉满 大晚上看有点瘆人呢 影视画的焦人里 还有一种阿凡打戏 就比如三生三世 是立桃花 别的焦人设定呢 都是长相绝美 但这部剧里的焦人 长得丑就不说了 关键品行还不咋好 个个贪财好色的 太喜欢挑事 晨曦园里焦人十三 也差不多长这样 焦人形态时呢 脸上做了 类似阿凡达造型的特效 看着呀 倒是不丑 不过这 这也确实不太能 看得出来是条鱼啊 这部剧里的焦人呢 也是那种 雌雄同体的设定 遇到喜欢的人才会化生 所以直接给四命下了一个机灵 以前还是个长胡子的大兄弟十三 这咋就成女生十三了呀 大师的眼睛啊 也受累这么久了 咱们呢 还是来看点真正养养的人鱼 缓和一下吧 好了 那本期的焦人大盘点就到这里 你更喜欢实演的焦人呢 谢谢大家